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父母两个都是中国人 然后他们就是很担心我们会把中国的文化忘掉 所以他们就很看重中国的文化 那你最喜欢的中国的音乐和歌曲是什么 因为我从小就是学习小提琴钢琴古典音乐 然后好像是八岁九岁 我就听了一个梁柱 小提琴协奏曲 有小提琴吗 我给你拿着画头 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拉 所以我就 这样 然后我学完以后呢 我们就 哎呀好听啊 啊 好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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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音乐是没有那个 你 你 呃 呃 华音就是那个 啊 千回百转所以我听到这个 就那个声音摇动你的心情 对我就爱上这个声音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喜欢 就传统中国的那些乐器古增二胡 今天来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样的作品 今天啊特别为了大家啊 重新啊做了一首歌 你们知道许渊冲 哦知道 许老翻译大家 对他有翻译过一个诗 嗯啊那个诗叫提西林毕 大家知道这个诗吗 知道 这就是这个诗的中文的原文 对对对对 我们听一下许老翻译的英文 好 所以你看许老他把中文的这个诗句翻译成英文法文之后 仍然还是押韵的 比如说side wide place 和face 许先生为什么特别伟大 首先在意思上要特别的趋近 找到那个结合点 这很难 这个本人呢 他要对诗词本身呢 要有很深刻的理解 以确保 当他变成英文的时候 在英文的那个词汇里边 也能找到最恰当的那个词汇来置换 同时还能保持韵力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 期待着 宪华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经典传唱 掌声为刘宪华开启经典传唱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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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from far and wide of mountain loo we cannot make out the true face for we are lost in the heart of the very place 狠坎中零層尖尖封 远近高地更不同 不像路山沾滅目 只愿身在此山中 此山中 空看着里面的春风 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开始就琴声一悠扬 一下把大家迁入到梁柱的这样一个意境当中 然后它再娓娓道来 提西林壁 提的意思就是把这首诗写下来 西林是一个寺庙的名字 那么壁是什么呢 是西林寺的墙壁 就是苏东坡上了庐山之后 它本来不打算写诗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之前 有一个很著名的诗人叫李白 因为李白呢 在庐山上写过不少的诗 所以苏东坡说 我既然上山来 我只是看 我就不写了 但是呢 他名气特别大 那些和尚听说他来了 都很仰慕他 就带着他到这儿看 到那儿看 他下到山上以后呢 这个西林寺就在山脚 你一定要注意 西林寺不在山上 西林寺在山脚 他到了山脚的时候 他要离开庐山了 那么寺庙里边的长老就邀请他 希望他能够写一首诗 他就写了刚才你唱的这首诗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 他对之前他在庐山上 看了那么久的风景 写了这十几首诗的一个总结 实际上苏氏就是想说 我看了这么久的庐山 到底庐山长什么样子 那必须跳出庐山之外 才能看到全面的庐山 这就讲了一个道理 一个人要想清楚地认识自己 得要通过别人 你的朋友 你的老师 他们对你的评价 你才能真正了解 自己到底做事情做得怎么样 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 因为我没见 aş的 这就是想起来的 你的语言